记者吴俊峰台南报道,台南市归人区的宝齐戴天府西称大人庙,历史悠久,远近驰名,当地大庙李长陈黄肃清日前以期票指差赢得主委选举,成为创建356年来首位女性主委。 根据记载,诸四诸,池,李等三傲也的宝齐戴天府创建于明正时期的1662年,香火定盛,历界逐委也都有男性担任,陈黄肃清金国不让虚眉,让这次的选举结果深受地方瞩目。 65岁的陈黄肃清已担任四届大庙李长,基层经营扎实,年底寻求五连霸,在地方大佬的劝劲下,先决主宝席戴天府的主委,顺利当选,目前完成交接,预计本月下旬正式上任,在传统聚落里,公庙组织内多为男性的天下,女生要参与,并不容易,尤其又是当地的信仰中心,困难度更高。 陈黄肃清这次投身主委改选时,也一度遭到质疑,议论陈黄肃清凭及自己在离仗任内的表现,努力化解各方疑虑,赢得过半委员的支持。 他强调,上任后,团队也将改组,将以更开放的态度,广纳建言,为宝席戴天府带来新迹象,永续经营陈黄肃清说,宝席戴天府是归人区大庙, 妈庙、七甲、八甲与西蒲等五个里的联合公庙,县市合并后,当地人口虽然有比较多,但信仲病未随之增加,尤其对年轻族群的开拓性不够,如何以创新的庙会活动,吸引更多生力军参与,将是未来的重点工作之一。 陈黄肃清表示,妙武牵头万序,将先进行内部整合,提出发展方向与策略,并凝聚地方力量,携手推动。 另外,制度的建立也很重要,会演你一套标准作业流程,以励之行,陈黄肃清提到,当选主委是责任承担的开始,未来会多集助工部门的资源,进行一些硬体的改善,包含解决地下室的积水问题,以及重建后方的厕所等。 。